好 持續要來聚焦的是台海局勢 在死事號的時候 解放軍對台發起了聯合力艦2024B的軍演 軍演雖然已經結束 但是後續很多狀況還是在持續的發小 並且余波蕩漾 我們來看到的是賴清德總統 在18號這一天 也就是解放軍的軍演之後 分別他是到了桃園的龜山 還有新北市的淡水續免 海軍海風機動中隊 以及海巡署的艦隊分數 針對聯合力艦2024B的演習 應處的海巡人員 以及國軍的時候 在面對軍事的威脅 賴總統表達高度的肯定 而來看到的是賴清德總統 他的說法是什麼呢 他也跟這些官兵們說 在大陸軍演的敏感時刻 第十二巡防區仍舊是成功 查獲了非法偷渡 同時他也說要很感謝成功艦 在面對全球最大 一萬兩千噸的中共海警船 2901強勢挑釁的時候 絲毫是沒有感到畏懼 而且還發揮卓越的機動的效能 同時他也非常感謝這些官兵們 是不畏艱辛 全力捍衛國土安全 同時他也承諾政府在未來的七年內 將會完成十一艘 一千噸級的艦艇 讓這些海巡同仁們 有更好的裝備 好 那另外要來看到的是呢 這個是我們的海軍司令唐華 他在先前接受了媒體 這個是國際的雜誌經濟學人雜誌的訪問的時候 他就警示了這麼一段話 他說共軍只要願意的話 都可以隨時封鎖台灣 好 其實他在講這段話的時候 剛好是聯合力艦2024B的軍演之前 當然這樣一廂對照之下 也讓很多的國際情勢專家認為說 台海現在恐怕真的是兵兇戰危 而前立委郭正亮亮哥他要怎麼分析呢 他認為說唐華的話是在暴露我方的一個缺點 而且呢 刊登的是在這個國際的英文媒體上頭 就是故意要講給美國聽的 好 另外來聚焦的是呢 這個是退役少將栗正傑的一個觀察 他說其實當時呢 這個聯合力艦2024B的圍台軍演的時候 高雄的民眾就發現了 我方的眼鏡蛇直升機是有掛彈飛過愛河的上空 而栗正傑他也分析說 這個眼鏡蛇直升機 14號這一天飛越高雄的上空 大家都覺得可能是在作秀 但他則是認為 眼鏡蛇AHEW不是作秀 而是在對反登陸作戰來進行攻擊 他也推測說 可能這一次解放軍的軍演 海上的兵力的17艘裡頭 會不會有一艘071 就擺在高雄市的外海呢 這是不是就是解放軍的另外一個 要封鎖南部的 海上封鎖南部的策略呢 而現在平面媒體聯合報就說 現在我們的國安政策看起來 真的是所謂的嘴高手低 到底要怎麼樣保衛台灣的安全呢 這一篇評論裡面也進一步分析 賴政府的國安應變 已經是口號認知作戰 超乎實質 呈現所謂的嘴高手低 不對稱的狀況 包括了情報的搜查 還有這個實際防衛能力的不足 都足以形成國安的破口 喜歡高調挑釁 喜歡呈口舌之快 但是缺乏的是足夠的情境能力 又沒有辦法建立機民有效的 防衛的措施 這個就是賴政府的國安危機 而在先前這個前海捷會董事長 鄭文燦因為涉灘 所以他現在入獄之後呢 新的海捷會新任董事長吳風山 他即將要接任這個 海捷會董事長的重責大任 當然未來最重要的就是要怎麼樣 進一步的推進兩岸和平交流呢 那吳風山他現在也說 期盼海協會也可以同步堆疊善意 本來是要共同追求兩岸和平的 但現在呢看似兩岸已經失去了很多的溝通管道 但他也認為說這個要同步來增加兩岸的福祉 還是未來一個最重要的工作 那另外呢 這是綠營的黨內人士也透露說 吳風山其實本來就是賴總統的首選 只是後來賴清德他接受了蔡英文的建議 就選擇了鄭文燦出任 那現在鄭文燦卷入了弊案之後 黨內就有風聲了 那果然後來就揭曉的確是吳風山出任無誤了 那現在呢這個平民媒體中國時報有另外一個分析 這個是呢忠實的一個社論 認為兩岸還是以中華文化作為根基 而裡面的評論也寫到 習近平在維台軍演結束的兩天 最新對台的談話 並沒有針對賴清德的新兩國論 談到反讀 也沒有談到促統 反而和立法院長韓國瑜在國慶大會上頭提出的 中華文化是我們的根來形同呼應 而中華文化是我們的根 也是深受台灣主流民意的認同 也是能夠讓大陸感受到善意的論述 好我們持續就要來看到的是亮哥他怎麼解讀這個談話 他先前接受經濟學人雜誌的這一番說法呢 好當時談話就說了 只要共軍願意的話 隨時都可以封鎖台灣 為什麼這一番論述在特定的國際英文媒體上面被刊登出來呢 到底有什麼樣的用意 現在亮哥的解讀是認為他就是要講給美國聽的 海軍司令唐華怎麼可以在經濟學人那邊大爆我們的缺點 這個也是在爆我們的缺點 一個是經濟學人一個是金融時報 都是英國的媒體 不能不講了啦 不是 講給美國聽的 說我們弱到爆啊 這個就是為什麼是英文 因為他要對美國人說啊 比如說 你那個武器還不給我們啊 這求救信號嗎 當然是啊 不然唐華怎麼會講那個呢 照理講唐華講這個東西 回來總統應該要把它換掉 對 洩漏國家機密 那而且他還說我們不能挑釁啊 我們要克制啊 賴清德應該很危險 譬如說對方有那個藉口來封鎖我們啊 那賴清德不是就是他警告的對象嗎 對不對 那結果他回來都沒事 那表示他做這個記者會 不是記者會啦 接受經濟學人 然後他決定要講這一些 我認為參謀總長應該是知情的啦 嗯 我不相信我們的海軍司令可以自由到這個程度 坦白講我 我也活到這一大把年紀我就沒見過 我第一次看到我們的海軍司令講話到這個程度 而且事後相關單位也沒有出來否認啊 也沒有否認啊 沒有啊 所以你說他事先國防部知不知道 國安會知不知道 參謀總長知不知道 我認為應該是知道的 而就在軍演之後解放軍對台還是動作不斷 國防部統計從昨天18號的上午7點45分到晚間的10點30分為止 發現了10架次的中共軍艦6艘共艦持續在台海的周遭活動 根據軍方公布的軌跡圖示意圖顯示 有10架次的共軍主撫戰機還有無人機在台海中線以西沿線活動 並且是沒有跨越中線的紀錄 而軍方現在強調國軍運用任務機件以及暗置飛彈系統 有嚴密監控還有應處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感謝了 支持你的 照顧 親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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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吻